第七號 最開始我們在探討台灣為什麼農村 一直出現一個問題 生產者和消費者 他們之間為什麼 在產地買一顆西瓜 買一個西瓜一台金 一台金是五塊錢 但是在菜市場也絕對買不到五塊錢 一台金 大概二十塊錢 為什麼一下子會差四倍 原因是中間商 中間商會讓這個價格會大距就差大 那如果大家去看那個市場的統計 中間就是一包冠型農業的中間商 通路費用 將近是七成的通路費用 你沒聽到一七成 不是兩成三成 那為什麼中間商這麼大的通路費用 其實中間商也沒有錯 你想想想在這個時代 我農國種田 我一台金的西瓜只能拿五塊錢 然後中間商要運送 中間商各有 他各有貨運 貨運司機 然後貨運司機的公司 然後中間還有儲存倉儲 然後這些 這個大行口小行口 然後一直到這個最後的商店 這中間然後之後才到消費者手上 你看看中間經過多少段 那個非常龐大的中間體系 以及這個當中 整個體系你會發現 沒有任何人犯錯 每個人只是要活下去 但是呢 為什麼中間商就耗費了這麼大的一個資源 那所以這個體系沒有人犯錯底下 那但是他卻創造出一個錯誤的事情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生產者 他沒有辦法拿到他足夠的錢 他能剝削誰 生產者最後回頭剝削 可以存在在頭上 泥土 要不然是他小狗 要不然是他家人 就是剝削他們 那消費者呢也很可能 消費者歸了很久 那消費者他能夠剝削誰 消費者到底能夠剝削誰 消費者到底能夠剝削 是自己 自己在努力去工作 在打第二分工 所以那中間的體系沒辦法 其實中間商有很多 很多也是消費者 所以問題的出現不是個別的問題 問題的出現是整體性問題 整體性問題就是中間商太大 這個體系太龐大 所以想辦法把中間商體系縮小 所以是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獲得合理的工資 和合理的售價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作為合作農場 基本上想把中間商盡可能的消泥 不可能變泥 但是盡可能讓中間商消失 那中間商消失有什麼好處呢 中間商消失認證就不需要再花錢 因為認識代替認證 很多包裝食材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把它小規模化 農場一定要小規模化 那這個事情可不可以達成 其實是可以 那我今天很簡單 時間有限 我很簡單講 如果有沒有興趣 我們那個早上那個 稻 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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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重金屬、沒有農藥殘留 第二個,食物的生產的過程是不會危害我們的環境 甚至你越種環境越好的、越操作環境越好的 那第三個,在這個當中所有的參與者 包括動物,都是人道對待、公平對待 那這樣的食物到目前為止 我故意把這個條件調得很高 因為你現在幾乎在室內買不到這種食物 那買不到怎麼辦呢? 就自己 自己做 就自己開一家農場 自己來做 我一個人辦不到對不對 自己國家自己做 自己一個人辦不到對不對 要修聽我 那我們就回到合作社 在座沒有健康食物需求 請舉手 沒有健康食物需求的 沒有 其實大家都有健康食物的需要 要照顧自己也要照顧生存 所以 好像蓋合作農場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做個農場 那做個農場、合作農場非常簡單 也不要想太多 我不要淨財 我沒有土地 都沒關係 第一件事情有沒有這個意願 我們弄一個合作農場 那如果大家都願做一個合作農場 後來大家就是想辦法去成立這個合作農場 第一個出資 那出資 我們不要一個人出一百萬 不夠你的事情 如果出三千塊、五千塊應該比較容易對不對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然後一群人開始決定我們要怎麼種菜 或是要請誰種菜 然後呢我們要怎麼種 我們要怎麼去取菜 我們要怎麼去找到菜不夠的事 怎麼找到小農等等 這些東西 當家做主 其實合作農場的事情 我覺得這關鍵 這件事情在合作社 合作社請大家當家做主 不要再去仰賴什麼農民 或仰賴什麼合作 但當家做主 那所以最後講那個雞蛋的故事 大家比較具體 講很多人都講 當台灣買五道健康雞蛋 2018年到處都是吩咐年 苦分年、吩咐年的時候 我們在新竹一群朋友找不到蛋 連主婦聯盟都有蛋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自己蓋雞舌 自己養雞 自己跟自己買雞蛋 就這樣子 所以外的雞舌就是每個人投一千塊錢 然後去買 然後大家就決定一起去買 買那個已經開始神代的蛋基金 然後我們養了二十隻 所以花六千塊錢 其他的錢剩下四千塊就 就蓋雞舌啊 然後買飼料等等這樣子 然後我們自己排班 因為勞動力來源 能夠開錢 又是一筆錢 所以沒有錢就自己排班 然後決定排班當天有多少雞蛋 你就可以購買多少雞蛋 就排班的人的優先 成功當天雞蛋的權利 那你如果買不到 你多的你就放著就好 透明的人會繼續去買 然後一顆蛋十塊錢跟自己買 然後所有的利潤呢 到時候我們會把這個 假設當年有盈餘的話 這隻多餘的錢就會回歸到我們這些社員的路去 所以我們後來這樣的運作 第一年之後 第一年我們總共生了大概一萬顆蛋 一萬個蛋 然後所有的社員幾乎都擁有蛋一次 然後到最後分率的時候 最少拿到208塊 然後最多拿到640塊 投資報酬率是2乘2.08% 20.08%到664% 反正很高的一個投資報酬率 那我們現在雞蛋這個養肌合作社這個概念 其實也好變成合作網站 健康的蛋 然後健康食物 目前新竹有四個 五個 新竹附近地區有另外五個合作機社 大致運作都這樣子 那重點就是 他們自己當家做主 這件事情對台灣 不但對食物很重要 對台灣民主也很重要 台灣人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學習民主的制度過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